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一个是重力势能 重力势能呢 大家前面都看过了 它的等于mgh 也就是说这个重力势能呢 和这个物体在这个重力场中的高度是一个线性关系 它是和这个位置是一个一次方的关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弹性势能 弹性势能等于1kx平方 这个x呢 是指偏离弹簧平衡位置的这个位移 那么呢 这个弹性势能呢 它的势能大小呢 是和这个x的平方成正比的 也就是它是一个二十方的一个线性的关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万有引力势能 大家都知道万有引力的大小呢 是等于大写的g 然后小m乘上大m除上这个r2的平方 如果我们把这个万有引力呢 进行一个积分 对这个距离进行一个积分 我们就可以得到万有引力的这个势能 1g等于负的大写的g小m乘上大m除上这个r2减去r0 也就是说万有引力势能呢 它是根据这个物体的偏离这个平衡位置的导数成正比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这个万有引力势能呢 和我们之前介绍的这个重力势能实际上是有密切关系的 我们可以用tide的展开的方式呢 来说明这些问题 正好我们还可以重新的再复习一下我们之前微积分讲座里面提到的这个tide的展开 比如说我们把刚才的这个大写的g小m乘上大m除上这个r0减去r2 把这个r0提取出来 就假设呢 我们这个物体呢 是在地球表面 那么在地球表面的话 这个r呢 远小于这个r0 也就是小于这个地球的半径 那么呢 我们把这个提取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写成这么一个形式 大写的g小m乘上大m除上这个r0 然后后面呢 这个就是1减r除上r0分之1 如果在这个r远小于这个r0的形式上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tide的展开 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是可以写成这个1加上r2除上r0 然后在后面是一些高阶的无穷小样 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乘过去以后就会得到 这第一项大写的g小m乘上大m除上r0这是一个常数项 后面的这一项呢 是等于大写的g小m乘上这个r2除上这r0的平方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得到这么一个关系 在r2远小于r0的情况下呢 这个万有引力势能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重力势能 因为刚好它和这个 刚好它和这个高度呢 是一个依次的线性的关系 好 我们介绍了这个三个势能 比如说这个重力势能 弹性势能 也就是这个万有引力势能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在一个平面上 怎么样通过一个竖轴的关系呢 来描述它们这个势能的曲线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重力势能曲线 这个eh等于mgh 它正好是一个直线 也就是说重力势能呢 是和这个位置的是一次方程 一个线性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条直线 然后呢 这个弹性势能是和这个平方程 就是和这个位移的平方程正比的 那么呢 弹性势能它是一个抛物线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坐标轴上面呢 它这个蓝色的线是一条抛物线 然后这个抛物线的顶点呢 正好就是它的这个弹簧的平衡位置 然后第三点呢 是这个万有引力势能 这个E等于这个负的大G 然后小M成长大M除上这个R2减去R20 然后这个万有引力的这个势能呢 大家会发现如果在R2 趋向于R20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接近于这个万有引力的这个星球的中心 它的这个万有引力势能呢 是趋向于无穷大的 然后但是呢 这个 这种情况呢 是表达说这种情况只会在黑洞 或者是雨洞中的起点中才会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一点的这个势能的趋向于无穷大 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的 然后对于一个有限大小的星球 比如说我们的太阳 比如说我们的地球 那么它的这个万有引力势能呢 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万有引力的这个红色的就是比如说地球的万有引力势能的曲线 大家会发现它和蓝色的在这上部分呢 都是重合的 这个在这一部分呢 我们说的这个是地球表面以内的这个这一部分呢 它和这个蓝色的线的并不重合 这个蓝色的线表示这个这个星球的它是一个半径是无穷小的 但是地球它有一个有限的半径 因此呢 如果我们在这个地球表面呢 它去向于地星的时候 它并不是一个去向于负的无穷大 而是一个涛污线 为什么会是一个涛污线的这个 这个大家可能需要学习的这个多元微积分以后 能够进行一个自行的推导 我们现在只给出一个结果 大家还应该注意到一点的是这个抛污线 就是这个它是和这个半径的这个偏离的这个平衡位置的平方层 这边刚好就是我们的弹性适能的这么一个适能曲线 因此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地球打通一个就是从南极到北极 或者任意一个对着地心穿过的一个一条隧道 如果我们忽略掉这个空气阻力的影响 如果从隧道的一端放上一个小球或者一个物体 它会在这个地球的这个打通的这个地球的隧道上呢 做一个减携的振动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下去自行推导一下 好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这个我们再注意到这个地球的这个适能曲线 这个适能曲线的这个上端呢是指零 然后下端的这个这个是负数 然后呢这个小球呢在偏离这个平衡位置比较远的地方呢 它的势能曲线渐渐趋向于零 然后在中间呢会有一个深度 这种我们一般称为这是一个市井 然后这个小球呢就是处在这个市井当中 这个绿岩式的这个点 大家如果能看清楚的话 就是绿岩的那个点 我们是标记的是在地球表面上面的一个点 然后这个点呢 如果它想脱离地球引力范围呢 它需要克服从这 就是有这么高的这一段的这个势能 也就是它的动能必须大于这一段势能的这个 就是这个从地球表面发射出来的宇宙飞船 才能脱离地球的引力范围 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宇宙速度 好我们介绍完了这个市井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关于势能曲线 我们为什么要用势能曲线来描述我们的保守系统呢 首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它具有一个数值的叠加性 我们我们在一个我们要描述的话 比如说我们如果用力来描述这么一个保守系统的话 力是同时具有大小和方向性 如果我们要计算两个 两个比如说我们要计算两个星球的 它的一个万有引力 这样的话我们需要计算这两个星球的 这个万有引力的这个不同方向的引力 然后进行一个叠加 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用这个势能曲线的话呢 它这个势能曲线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 数值上的叠加就可以了 这是它的一个优越性 第二点呢是可以直观的看到物体的运动规律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这个市井下面呢 就是不同形式的市井 我们刚才介绍了有线性的重力势能 重力势能的势能曲线 还有这个平方关系的弹性势能势能曲线 以及这个 这个万有引力的势能曲线 在不同的势能曲线下呢 它的物体的运动规律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势能曲线 可以简单的挽入我们前面的 已经研究过的势能曲线 我们就可以套用一些已有的结果 就可以能够快速的进行 对问题进行分析 好我们关于这个第一个小节介绍 教导的地方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